大家好,我现在在河内出差 那今天晚上播空来跟各位介绍一下越南的公证程序 因为很多的朋友呢,他们来越南办理粉红布 或者是办理相关的工作证明 那他们不太清楚整个的公证程序 所以呢,我今天就来为各位详细的介绍 孙姐开讲系列第三集,越南不动产Q&A 这个部分 那为什么需要公证呢? 主要是我们不晓得这个文件的真实性 那一般连越南人的文件也都是需要公证的 那包含像有些越南人,他们到我们公司来应征 他们的学历、证件、身份证还有工作的一个证明 都需要经过公证所来公证 所以这个公证的要求呢 不只是只有针对外国人有要求 甚至针对越南人也是有同样的要求 那公证的逻辑呢,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们有原始文件 包含了婚姻证明、单身证明、放弃财产声明书 还有工作经验等等 那我们把这些原始文件呢 拿到法院或民间公证人去 那法院跟民间公证人 他怎么知道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他们就会派人到这个学校去查询 到工作机关去查询 确认这个是真实以后呢 他才会在上面盖一个章 那下一关呢 就是到台湾的外交部 那外交部呢 他也不知道你的文件是真的还假的 但是他认识公证人的章 所以只要是法院公证人有盖章的话 外交部就会盖章 下一关的话 就是到越南办事处或越南的这个领事馆 那越南领事馆呢 他什么都也不清楚 就是这个文件的真实性 他只认识外交部的章 所以他看了外交部盖章 他就盖章 然后呢 我们把文件拿到越南来 越南的这个公证人呢 他只认识越南的大使馆的章 那所以呢 越南大使馆盖了章以后 那越南的公证人 他就会把这个文件翻译 而且制作成越文 而且可以做副本的列印 好 那我们首先先讲一下 最简单的公证程序 也就是护照的公证 那护照的公证 我们分为两个 一个是人在海外的公证 一个是人在越南的公证 人在海外的公证比较复杂一点 就是说我人没有办法来越南 那我们就直接把护照 拿到越南的办事处 这个护照呢 不需要经过 民间公证人 也不需要经过外交部 直接拿到越南办事处 或越南大使馆来公证 就可以了 好 然后呢 办事处他们会将护照 翻译成越文 然后一份的话 大概是20块美金 台币600块 7个工作天可以拿件 那假设是很急的话 他可以再多收数件的钱 大概是50块美金 台币1500块 那这样是可以代办的 另一个方式的话 就是在越南的公证 那这个的话就是您人来越南 把护照直接拿到 民间公证 拿到这个越南的公证人 去做公证 大概两个小时就可以拿到了 价格很便宜 大概15到20美金 而且它是可以代办的 好 这个是民间公证人的一个网站 那通常我们需要本人到公证所去办理公证 那您就带您的身份证印章 还有相关的文件 好 那有的文件是不能够代办 有的可以 所以建议您呢 在去之前要打电话给公证所 那这边是我常去的一个公证所 在台北市重庆南路 这边都有电话 您可以先打电话过去咨询 当您在办理单身证明的时候呢 首先您就是要到护证事务所 去办理一个护级藤本五份 那这个护级藤本呢 它有个备注栏 你备注栏里面呢 你必须要有详细的说明 我过去呢 曾经有没有离过婚呢 那我过去的话 有没有改过名字 所以备注栏要详细记载 然后呢 假设有离过婚的人呢 必须也要请这个护证事务所 把你的离婚协议呢 copy下来 要五份 之后的话 才可以拿到民间公证人 这边来去做公证 那民间公证人的公证费用呢 是台币750块 约到美金25块 然后这个是民间公证人的签章样式 就是说当他确认这个文件无误的时候呢 他就会帮您盖一个章 那这个章很重要 好 那再来的话 下一关就是到外交部 那外交部的话 您可以上他的网站 那一般文件的话 就是说是两个工作天 就可以完成了 大概是400台币 那假设是速件的话 就是缩短到一个工作天 就是再加200 一共是600台币 那假设说您是要做副本的话 他价格就是一半的价格 那像譬如说我们申请速件 礼拜五早上申请 那就礼拜一早上取件 好 礼拜一下午申请的话 就礼拜二下午取件 要一个工作天是速件 好 那在外交部的话 您必须要填写一个文件证明的申请书 那这文件证明的申请书呢 您可以看到它的格式 那就是把这上面的资讯填好 需要几份 那这个是可以代办的 所以如果是本人不能来的话 就是在黄色的地方呢 有本人签名 这边有两个 两个黄色的地方 请本人签名完以后 那接下来就可以凭着代办人 代办人 他把他的身份证印章带着 然后也把这个申请人的身份证印章都带着 一起带去外交部办理 那外交部办理完之后呢 您拿件的时候 就会看到一个外交部的一个盖章的样式 就是长这个样子 就表示说您已经取得外交部的同意函了 之后的话 我们就到越南办事处 那越南办事处在台北市松江路65号三楼 那他上班的时间 比较特别 他是早上9点到中午12点 那领件的话 是下午的2点到4点半 所以您如果是 有的时候人会比较多 所以您如果办理的话 要小心 而且要避开越南的这个休假日 那也有这个旅行社在做代办 您可以看这个网址 也可以请他们代办 可是看起来的话 他们好像只有代办越南办事处的盖章 那至于户籍藤本 民间公正人 跟外交部是要自己去办的 但是细节可以跟旅行社问清楚看看 好 那这个的话是越南办事处 这个越南外交部的签章事案 也就是当他们已经确认无误的时候 然后他们就会在文件的背面贴一张这个纸 然后盖一个章 就表示说已经取得越南这边的同意了 然后呢 之后您就把这个文件呢 拿到越南来给我们 我们就会帮您把这个文件呢 送到越南的公证处 然后有公证处的律师 他帮您翻译成越文 然后而且帮您做副本公证 然后公证所 越南公证所 他会盖过盖了这个章 表示这个是在越南翻译跟公证的 所以这样子就完成了所有的公证程序 好 所以其实他的文件是很复杂的 就整个程序是好多个章 所以就是当您要办结婚证书啊 单身证明啊 学历证明工作经验 或者是配偶放弃财产声明书的时候 您必须第一个 就是您要拿文件的证本 期待您的身份证或护照证本 然后呢 到民间公证人或法院去盖章 当场可以取件价格25块 台币750块 那有些文件可以代办 有些不行 所以要先打电话问公证人 电话跟地址 我在这边都有列 第二关就是到外交部去盖章 那外交部要填写文件证明的申请表 一般两个工作天大概18块美金 台币400块 那速件的话就是台币600块 那从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5点 那地址在这边也有 然后外交部盖完章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到越南办事处 一般是5到7个工作天 一份的话是20块美金 那速件4个小时可拿 但是要加到50块美金 所以是蛮贵的 那如果是一般的文件公证的话 也是35块美金 那它的时间跟地点 可能请大家注意一下 那之后您把文件呢 拿到越南给我们 或寄来越南 那我们请公证人翻译 大概是大概3到5个工作天 费用大概20块到35美金 那以上的话 就是整个越南文件公证的程序 那如果大家有不清楚的地方 建议您可以打电话给法院 或者是民间公证人 他们会很清楚的告诉你 整个公证的一个流程 那请大家记得要订阅 我的森姐开讲频道 那如果有什么对越南房地产 相关的一些问题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 那我有空我就会录制相关的视频 让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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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